嗨大家我是文泰 歡迎收看今天的節目 在節目開來之前呢 還沒有丟的觀眾朋友們 趕快訂閱 那我們就3 2 1 我們從一個黑夜之空 現在回到這裡 你真的要給我哭耶 好累喔 我真的要哭這個東西 就不管它再多漂亮 人生來一次就好了 我剛剛用生命保護人帶 Sherry表情控管 好期待喔 歡迎收看我不在家第7集 這一集終於要帶大家來到傳說中 最古老的部落 最晚通電的部落 有著上帝的部落美名的 司馬庫斯 我們從台北騎機車騎到這裡 經過了4個小時的努力 終於抵達 那我現在所在的地方呢 是我們今天要扎贏的地點 是司馬庫斯的舊部落 你一進到司馬庫斯 會先看到一個牌樓 直直往前裡面騎之後 會看到有個插路 左邊呢它是往登山入口的停車場 右邊呢有一個比較沒那麼明顯 但是與全部的標示 看起來的話它會比較特別一點 上面寫著司馬庫斯舊部落營地 沿著那個指標 再往裡面騎大概10到15分鐘左右 就可以到達這個舊部落的營地 那司馬庫斯部落呢 它是位於新竹兼石鄉 御豐村 海拔高度1500公尺 可以自行開車前來 從內灣出發大概兩個半小時 到三個小時就會抵達 但是呢 司馬庫斯它是有交通管制的 你從司馬庫斯的產業道路 大概逐六時線39.5K開始 泰康的插路到司馬庫斯部落之間這個路段呢 四輪以上的一般車輛 可以上山的時間是12點40以前 還有3點之後 可以下山的時間呢 是下午2點以前 還有4點20以後 那我們這次來到司馬庫斯的目的呢 無非就是想要來欣賞一下 櫻花的美麗 還有體驗部落的感受 很原始的感覺 以及部落的神秘魅力 我這次呢是跟Ted 還有我們的一群朋友一起出來 那我們現在就來搭建 兩天一夜的家 1.2 1.3 1.4 1.2 2.5 2.4 2.4 3.4 4.4 5.4 5.5 5.5 哎 哎 哎 哦 哎 哎 哦 哎 哎 哦 高雄的司馬庫 我們從一個平靜時空 現在回到這次 你真的要跟我哭耶 真的很感動 剛剛那個路真的很像做G5 看不見下面的路耶 鳥草喔 我們這邊本來很安靜的 好累喔 你們比我們還要早出門 我們剛剛有下一個評論 司馬庫這個東西 就不管它再多漂亮 人生來一次就好了 哪有要再來喔 這真的很棒耶 我們剛剛用生命保護的蛋 我們不知道不管發生什麼事情 蛋絕對不能破 雨絕全程報到尾 我們可以做一些 不然呢 我們都會有更多的 在這裏 我們可以做一些 我先過了 我先過一遍 我們不會有更多的 小小小小的角色 的消費 的方式 我們可以做一些 但是我們可以做一些 現在時間是晚上的1點22分 從剛才搭建完硬地之後 我們就一路都來住住東西吃東西聊天然後生活這樣子 這次硬地因為地點很大 所以可以完整的把我的帳篷啊 大好鬧以及我所有的裝備都可以排好排整期的排出來 還蠻開心的就是看到這些東西排出來 覺得很有成就感 因為現在時間蠻晚的 所以我講話有點小聲 那斯馬庫斯呢他是泰雅族的部落 我個人覺得這邊規劃的非常的完整 有很多景點啊 讓遊客可以參觀參訪的地方啊 以及一些特色的餐廳啊 或是紀念品店 他在新部落那邊呢也有民宿啊 或是小木 但也不難發現有很多小細節可以看出傳統的痕跡啦 我覺得今天這樣整天下來 在這裡感受最古老部落的氣息 非常的療癒 那今天晚上大概覺得會這樣子 我們就會把剩下的螢火燒一燒燒完 去暖喝喝小酒收一收 等一下就準備睡覺了 明天早上我們要早早起來 會去峻木群的步道 那邊走走看看 也是這趟主要的目的啦 來這邊看看神木啊 就明天見啦 啊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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現在的時間是早上的10點47分 然後我們剛才已經吃完早餐了 現在要千萬我昨天跟大家說 來到司馬庫是必須一定要去的駿木陵布島 所以我們要去那邊走走看看 師兄!這個畫面是城鄉市? 欸!澎湖! 不是!我們去那個下旗鼓演習溫泉的時候 你也是這樣 真的很恐怖欸!你不要亂鬥! 欸! 關於塵土 放著我 剛才收到一半的影響 沒錯!我們要不要大家綁成一條線 你後面塞車了你要不要快點 對不起!對不起! 沒有!我們昨天開車的理論就是 不管後面有沒有塞走自己的步調就對了 只要你不尷尬就是別人尷尬 沒錯! Sherry 表情痛快 哇!好期待喔 太妖謬了吧!有那麼誇張嗎? 下面的兩個已經輕鬆自在不知道走去哪了 結果我們趕快拍到這裡拍好久 沒錯!差不多拍完就可以加山 他們會不會拍完之後就要回燈了 不會覺得可能 欸!徐秀! 蛤? 你在幹嘛? 什麼我在幹嘛? 你怎麼突然跳長尾巴 靠尾! 你的那根怎麼掉出來了? 你們知道藏國屋嗎? 我怕我找不到回家的路 但你拉著繩子 你還是找不到回家的路喔 我沿路丟繩子啊 YOUHOO 神經病 哈哈哈哈 屁我來找 反正因為他們有要趕著一點下山 應該是走不到巨木林 所以於是 決定下次再來 然後現在就要回程去整理我們的 下次見 欸!我還沒有結尾 你給我下次見 對不起對不起 有沒有禮貌喔 我說巨木林下次見 喔好可以可以 好啦這次的兩天一夜 屍馬庫斯之旅 伴野營之旅就到這裡結束了 我覺得 屍馬庫斯是一個蠻推薦 大家一定要來一次試試看的地方 來體驗這邊古老部落那種氣氛啦 因為我們這次沒有走到 巨木林的步道嘛 所以下次我們應該還會再找機會再來一次 看網路上建議 我這次也印證了 就真的 來屍馬庫斯部落呢 應該要安排個三天兩夜 會比較有充足的時間 可以走訪各個景點 然後把巨木步道都爬 這樣時間會比較充裕一點 比較不會這麼趕 可以深度的氣氛這個地方 好啦那就是 這次影片就到這裡結束了 如果喜歡我的影片的話 別忘了幫我訂閱按讚 開啟小鈴鐺 並且把這支影片分享出去 我不在下系列 下次想看我去哪裡 也可以留言告訴我 那想追蹤我更多的動態影片 紀錄和分享的話呢 可以追蹤我的IG粉專 還有AFB粉專 那我是文財 我們下次見 掰掰 咖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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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字幕志愿者 杨茜茜